这是一场价值七十一被称为世纪之战的世界拳王争霸赛 以赛双方分别是出生于菲律宾贫民窟的帕奎 和出生于优秀的拳击家族的梅威瑟 帕奎靠着打黑拳养家慢慢登场世界拳兰 并同时称包过八个量级的世界拳王 而他的对手则是嚣张狂妄爱炫富 从出道就带着王者光环 当时拥有47圣灵父的战绩 并且被公认为PCP第一的梅威瑟 然而这场被称为世纪之战 打满十二回合的拳王争霸赛 从开始到结束 梅威瑟就一直被狂虚 这也是巨路格斗 今天要讲的就是这场被称为 拳击史上最伟大的世纪之战 时间是2015年5月2日的拉斯维加斯 现场16800名观众正等待着 这场酝酿了六年的拳击赛 对于帕奎奥 这场比赛应该是他职业生涯最巅峰的时刻之一 从小就出生在贫穷家庭 他睡过大街 忍受过无尽的饥饿 为了生存而以性命为赌注 参加过无数的黑四拳赛 最后凭着一双铁拳登上 拳击职业雷台 成为横跨八个级别的世界拳王 这样的故事已经足够让全菲律宾 7600万国民为他鼓掌 而他的拳击风格也一同他的人生一般 不断的进攻进攻和进攻 为了KO你 他愿意牺牲掉反手 使用连方轰炸拳 把你逼到角落 然后不断中击你 因为从他第一次踏进雷台 一刻就已经把性命也压在上面了 而他当时57胜5负66%KO率的战绩 也说明了他在今晚这场比赛会有怎样的表现 而帕奎奥对手梅瑞瑟拥有着更拿得出手的战绩 47胜0负 从小出生在拳击世家 并且拥有无数拳手都梦灭 以及有身体天赋 进入职业生涯 就已经是被所有拳击大老关注的天之骄子 然后他嚣张狂万自大 还爱炫富的个性 让他每场比赛都有不少观众 为了看他输而来 加上他被称为绝对防御 以胜利为目的的防守防击跑着打的技术也让很多人看不起他 一个是充满血腥的进攻之外 一个是以胜利为目的的防守大师 这场比赛的门票甚至被环流炒到4万美元一张 商业价值预计达到10亿美元 当晚这场比赛 梅瑞瑟的帕奎奥的赔率开出1.9比2.5 因此即使道众虽然不限梅瑞瑟 但还是更看好梅瑞瑟能胜出比赛 从梅瑞瑟进场到主持人介绍他时 现场观众一直是虚声一片 但梅瑞瑟似乎早已习惯这一切了 而面对帕奎奥的介绍却是全场排山 倒海大喊着帕奎奥的名字和欢呼声 这到底是谁的主场 比赛一卡场 帕奎奥就把梅瑞瑟压到雷台边 尝试进攻但并没有太多的出拳 反而被梅瑞瑟反击成功 第二回合帕奎奥开始加强进攻火力 轰炸机器前冲连续 几次把梅瑞瑟逼到雷台角落 想发动连方轰炸拳 但无奈梅瑞瑟的脚步技术 以及闪避能力真的太强了 只要一有拼拳的机会就马上跑开 加上帕奎奥的臂长不够长 即使抓到空挡也还是够不到对方 明显梅瑞瑟是想不断消耗帕奥体能 把比赛拖到后段 然后第四回合 老链梅瑞瑞瑟也中招了 1分24秒帕奥抓住空挡 一击反击正中梅瑞瑟头部后 马上使出正常19的连方轰炸拳 把梅瑞瑟上升都打了一遍 然后梅瑞瑟绝对防御真的太坚固 面对密集的重拳攻势居然全部挡了下来 虽然接下来时间 炮奎奥依然没有放慢进攻节奏 但仍然没有造成对方多少伤害 其实对于炮奎奥这种全输出型选手 越早结束比赛越有利 而事实也是炮奎奥在每一回合 都要尽力展示出最华丽最强火力的进攻 虽然有过一些重击 但面对梅瑞瑟同强铁壁 总让炮奎奥感觉有力使不出 这种情况在5到9回合都没有改变 炮奎奥命中率达到38% 从这数据可以看出 梅瑞瑟的闪避和防守有多强 最惊人的是炮奎奥直到第10回合 都没有降低自己的进攻火力 依旧是在不断寻找进攻机会 保持全输出的节奏 当时炮奎奥已经37岁 到最后一回合 尽管炮奥奥已经体能有所下降 而且梅瑞瑟最后30秒 已经放弃进攻举手庆祝了 炮奥还是打到最后一秒钟 这种情况在每一回合都这样 即使最后一秒都不会放弃能KO对手的机会 宣布梅瑞瑟胜出的一刻 全场都是狂虚的声音 看梅瑞瑟的表情似乎早已想到 尽管梅瑞瑟全程被追着打 但比赛数据显示梅瑞瑟机动的次数 几乎是炮奎奥的两倍 只能说这场比赛 梅瑞瑟赢了金腰带 当炮奎奥赢了观众 这也是巨路格斗 格斗可以像电影一样优雅 我们下期见